關於對數的應用就講到一個例子 就是你練習5.6的第13題 行星的升等也是一個等級 然後跟亮度 亮度就是我們儀器觀測的數值 但我們就要把它轉化為等級 來表示 結構也是一樣 我們有一個參照基準 它是多少倍做一個比例 然後就轉換做幾個級 好 它就說 6星等的行星是多少倍 0星等的亮度 即是說這個I0 和6星等的亮度到底差了多少 所以我們比較緊張的情況 一個就是當M星等等於0 另一個情況就是當星等等於6 個別的情況都會有一個水平 例如我這個叫IA 另一個叫IB 這樣才算 可以就要計算IA比IB 是多少倍呢 這樣 好了 那我們用回方程 M就用0替代 -2.5 -IA -I 基準 所以 所以 這個就是 0 就等於Log IA除2 我們的基準 所以 10的0次方 就是IA 除2 I0 IA 其實就是等於1倍的I0 也很合理 當它等於0的時候 當然要用我們的基準來比較 所以零星等就是那個氣點 這個就是I0 那 Ib的情況 這個級數已經是6 不是0 -2.5 Log Ib 除 基準 那就算到-2.4 所以 這個就是10的-2.5 次方 Ib 就會等於I0 乘回10的-2.5 好了 那現在呢 要計算那個亮度 0星等的亮度 到底是 6星等的亮度 多少倍呢 那麼留意一下 這個呢 就跟我們平時用的系統有些不同 它是越光 那個級數就越低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光度 B的光度 是低一點的 那麼我們要計算幾倍呢 那個倍數 即是IA除2 Ib 大那個除細那個 就是I0除回 I0和10的-2.5 次方 所以I0和I0就沒有了 這個是1除以10的-2.5 次方 即是10的-2.5 次方 那就計算到 396倍了 那當然 這個題目 就不是說你一定要記得這些 只不過是想你也知道多些 都可以平時用這些對數來做些什麼 都是一些類似的處理 然後他就跟你說 行星A和行星B的星等 星等是M還是I呢 那就是在說M 較光的亮度是較暗的幾倍 剛剛也說過了 其實小一點的星等 應該會比較光 所以其實是問你 Ib 除回IA 是多少 那B呢 就再切過了 呂 我來先確認 這這個叫M bluff 這個叫M bluff 這個叫Mb 那我們還是要想考慮那個亮度 就是IA對Ib 就是IA對Ib 就等於負2.5 的IB除inode 就個別計算IA和IB是什麼 最後除一除 同樣的方法絕對可以做到 不過這裡我就想試一下不同的嘗試 有沒有方便一點點的方法 例如我想知道IA除IB 所以我知道lock一樣東西 減lock另一樣東西 最終就會變成一個除法 就算到比例 所以我現在考慮的就是 將這個右邊減這個右邊 應該是等於這個左邊減這個左邊 是類似一個聯立方程式的消緣法去處理 所以左邊3.4 減去另一個左邊負1.6 應該是等於負2.5 右邊 減去另一個右邊 這個就會是5 這個抽了負2.5出來 就會是lockIA除以I0 減去lockIB除以I0 這樣就可以 我們就會計算到 把2.5拿過去 即是兩邊除負2.5 就是負2 這個 第一樣東西 lock第一樣東西 減lock第二樣東西 即是lock第一樣 除入面第二樣 這樣做一些運算 即是IA除以Ib 其實我已經在lock中有一個比例 剩下我只要把lock拿走 那就是10的負2次方 就等於IA除以Ib 他們的比例是1比100 那跟剛才說的一樣 因為我們看負的性質 所以它的升等越小 代表它越光 所以我們反過來 Ib除Ia 就等於左邊也反過來 所以我們就知道 其實光度的比例是100倍 Ib亮度是IA的100倍 Ib亮度是IA的100倍 那就是做完造術也是這樣 不過我還是建議你們試一下 用聯立方程式 看看你能不能理解 在這裏 對